打開水龍頭 看見流出汙窟的泥水 民眾直呼太可怕 住在日月潭伊達紹地區的縣議員石慶隆 這是受災戶之一 近幾個月來嚴重的乾旱 水會下降非常的 弧度非常的大 那自來水公司的這個原來就是 供應自來水來源就是 從潭裡面抽起潭水 然後到這個取水池來進化 自來水公司緊急停水搶修 也在各地區定點設置取水站 並且協調挖水井 尋求新的水源供應民生用水 立法委員馬文君 六號聯合水公司 林務局等單位到三處地點看看 希望用應急的方式先找井 大概讓我們附近的居民都可以使用 尤其因為這裡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風景點 先鑽探 那到底是不是有水源 我想這個可以就立即可以做 那後續再來補辦相關的 這些行政程序 依照我們地方的需求 改以地下水來供應 那今天的會看就是 要找找井的用地 那如果能夠順利找到用地 那我們自來水一定全力以赴 抽出經費來找井改以地下水 伊達少地區目前雖然恢復供水 但原水軸度仍然很高 沒人敢喝 有些店家乾脆掛起停水休息的招牌 只希望上天趕快來一場即食浴 解決長期悍象 新唐里亞電視 蕭鎮忠林沛雲 唐曼南投報導 您記得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